那星星要吃什麼呢 下鍋 一人納豆在鏡頭前跟曾子余互動 逗趣的你一言我一句 往往讓觀眾笑到不行 這是美食節目釋出 納豆年前到台中兩天一夜 吃去喝喝的片段 但納豆醫院因為腦出血 住院工作全停擺 傳出她已經在家人 跟女友依依的陪伴下 坐輪椅離開住了快50天的 台北國台醫院 納豆目前一切都在醫院復健中 納豆加油 納豆舊舊侯友宜駁持著傳聞 也溫暖加油打氣 毕竟接下來是黃金復原期 都有持續在關心她 然後我知道她現在復原的狀況 是一直持續在進步當中 所以就是在讓她好好的修養這樣 和納豆共同主持的安歇雅 11號受訪則已經透露 納豆復原狀況持續進步 至於14號正好碰上白色情人節 女友依依也在上午PO文 只見柔美照片色調 依依更穿著吊帶褲 而且替了平頭的納豆 雙手緊握深情對看 往旁邊滑 還有動動Bomerang動態 兩人躺在床上 納豆朝鏡頭擺出鬥志表情 依依更PO文 Happy Valentine's Day 情人節快樂 依依經紀人隨後也表示 納豆心情很不錯 身體恢復得很好 跟依依都很開心 經紀人則都沒打擾 讓他們享受兩人時光 TVBS為黃冠偉 尋庭廖廣斌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